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你打工我很荣幸 就是作为打工人我的要求也不高 就每期有一个包就可以了 你以为我是个蚊子呀 每期盯我一个包是吗 好 我觉得每一个人为了我们自己热爱和更加幸福的生活 做一个兢兢业业的打工人 作为打工人 我骄傲 亲爱的朋友们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一战青年们 欢迎大家 第二天 之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也想来到我们的舞台呢 方法非常的简单 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 摇一摇 扫一扫 或者是东方一站那里的微博化的页面 即可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科大讯飞 智能学习机 快速找到加分项 难题变成送分题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指定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今天马上出场的第一位挑战者呢 是我们这个舞台上的一位新人 但是呢 才华很易 下面我们就要有请出的是 拥有独立音乐厂牌的Rap欣欣 周凯翔 邀邀 有请 凯翔 我们出场观众都没有这么热烈 Bad the day we saw ya Yay Yay C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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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我的风度有时了情有时了酷困难 被我爱个争负当我爬上雪山顶 情终一首有魂套一站到底创造榜羊 看我如何乘风破浪勇也可勇敢的醒 Sorry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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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我搭显身头 说场特别丝滑就像一颗锅豆 我登上药厨夷食感觉就像琢磨 让他们都看看艾伦多么优秀 有魂套大家好 这是艾伦周凯翔 我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 一直保持我的精气神 那我2018年文学硕士毕业 我是学俄罗斯原文学的 学文 文学硕士 对 像觉得他平常是唱Rub的 其实他自己写歌 写了很多正能量的歌 而且他还有三首原创歌曲 被共青团中央转发 特别是有一首叫做 我爱你中国 所以这首歌呢 被收录在疫情大考中 90后 00后的 青春担当专题当中 今天其实我们在舞台上 也特别想听一下 你原创的这样一个正能量的一首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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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就喜欢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个压运接龙 压运接龙 对 比如说我说一个运角 我说两句话 然后每个人来接 如果谁接不出来 我就选谁 我是这么想 这个很好玩 那我肯定要放一个狠话 对 叫做 如果这是一场拳击赛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把你们拳击败 就从这个男生开始 好 盖你了 我就是一站到底的答题盖 信不信我搁你就像割韭菜 这个有 这是竞技舞台 别光顾着耍帅 万一别淘汰 希望你能释怀 好 好 章指章指 挑战一下自己第一次 类似面对你 我已 我已迫不及待 但是我要给你我对你的暗虹 为了强压 并可表白 强行表白 既然你表白 即使你并不是我的菜 小心如果答题 我会把你打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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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说唱rapper 其实你是一个酷干 但是他一站到底的舞台 张老师才是真的帅 还可以 还可以 不错 好 接下来到我们小叶老师 我好期待听他的声音 怎么来播唱 因为小叶老师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特别 你别看我现在是低姿态 等答完题就让你刮目相待 刮目相待 刮目相待 我的实力超强 你莫怪 虽你口若悬河 但并非我菜 不论你会选谁 都会让你拜拜 我刚才不小心 我想了两条 类似面对你 我已迫不及待 但是我要给你我对你的爱 那一不留神 全说出来 所以我现在想不出来了 所以你答败 好 来 来就是他了 张纸 胡爱妮 对 我觉得爱是最重要的 爱一行做一行 我感受到你真正喜欢他了 所以呢 我也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挑战 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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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我们的张纸 来挑选对战模式 男人之间抢他 OK 抢他 一定会让我们热血澎湃 请准备 哪家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荣获了第三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综艺电视节奏 江苏卫视 樱眼回看 江苏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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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买门票 参观故宫的皇家 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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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眼回看过后 凯翔 加分 剧传杨卫菲走几步路 这会交喘不已相悍淋漓 这很可能是因为 张纸 张纸速度更快 糖尿 独索 是哪座意大利城市的航拍图 ベニーセン 德尼尔 メニーセン 美娜 那位古代美人因为怕蜂而专门修建了七宝帝蜂 赵飞燕 好 被球迷茫成为新作的五花肉是哪位塞尔维亚来的 一起 追平了 接下来 助攻时刻 在中国向其出示布局中 双方炮的正下方的队 张哲 为自己赢得了一名队友 他是谁呢 唐叶佳加入到了张震的队伍当中 三位答题继续 哪支中超球队今年获得了 队市首座中超联赛的冠军 张中处理 谢谢 德国球队家黑格尔说欧洲的天秤 之所以保持平衡是因为 拿破仑 修士 杨蝎子这道菜 相传之古代哪位美食家 修士 银银回看 修士 来 翔哥快加分 第一次的反叉出现了 修士的词 简进韩之不肯期 寂寞杀周冷 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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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分咬得很紧啊 哪位画家晚年常用纸票消费 却因为店家珍藏 其签名存费兑兑兑兑养 而吃了多年霸王餐 毕加索 漂亮 六比五 这位女作家三位男友发 你脸上有神的光石回答 我皮肤除油 张爱玲 好 赛点打痕有一方需要连赢2分 这位在《武林外传》中饰演童香玉父亲的演员 在《央视西游记》中演了什么角色 陆埃佛 将一艘船的所有部件全部换掉 再组装成一艘新船 那么哪条船在这原来的船 特舊司机船 诶 诶 乾隆宠城和珅是满足人 他的姓氏 有不知 答对了 张志 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智力体育项目的 竞技二打一扑克 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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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周凯翔 感觉你今天只是出了一点意外 只要拼命全力 你依然是实力派 谢谢老师 我觉得很多题目确实是我的知识盲区 我没有答出来 但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我会更加努力去吸取各方面的知识 遇到两位对手 那确实也是技高一筹嘛 我们江湖再见 凯翔 下面我要使坏了 在 好 接下来要迎来我们的第二位选手了 第二位选手 曾经是我们英雄联盟的亚军 那现在呢是化身了绿正才子 再次回归 那其实呢 我对他有点耿耿于怀 因为他放我鸽子 他是谁呢 让我们有请邱夕妍 邱夕妍 欢迎邱夕妍 距离上一次来 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情于思辨 尊重事实与法律的邱夕妍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太忙了 因为我们导演说叫了你好多次 你都不来 不不不不 其实是因为我的处境过于卑微 不是有一个梗吗 就是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因为我最忙的一段时间 平均下来每周的工作时间 应该在70到80个小时左右 太吓人了 然后最多的一周是85个小时 太吓人了 我们每周标准的时间是40个小时 80个小时已经两倍 加倍了 但是我对我的老板 没有怨言 没有怨言 其实是过于卑微 最多的一周是85个小时 两倍 两倍 加倍了 太吓人了 不不不 老板 我对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怨言 没有任何怨言 都是我自愿的 然后我想说的是 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行业之后 其实你会慢慢发现 我们的时间可以属于法院 属于仲裁院 属于当事人 属于客户 唯独不属于我们自己 还不属于你的朋友 上个月我去深圳出差啊 就刚好就在他的一个旅所 旁边吃饭 跟我的朋友 我说 出现好久没见了 还挺想你的 没事就一起下 跟我一起吃饭 然后他说好的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 饭都吃完了 人还没到 哇 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知道啊 我其实主观上是没有任何恶意的 这是我要澄清的 主观不具备恶意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说话之前 还是要考虑一下 要有证据意思 所以我今天我也准备了 我们装饰聊天用的手机 你干嘛 还把我的表面记录拿出来 走开 干嘛你 等一下 这里怎么有一个宝宝 我在门口等你 谁说的 睡呦 你看啊 宝宝我在门口等你 那不是我 那哪是我的头像 他打了另外的人 等一下我刚随便切的 对 吓死了 我看宝宝我在门口等 没错你是来摆我的是吗 严谨一点 严谨一点 是这样的 当时是这样 小米姐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问我 你在哪儿 然后我回了一个定位 因为深圳可能 对于小米姐来说 比较陌生 我很担心她可能 不太清楚 这两个地方的距离有多远 我就说了一句 从我这儿到你那儿 大概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我没有说我一个半小时来 注意 我说的是一个半小时车程 我一会儿就把它拉开 所以我跟你讲 然后小米姐在 但是聊天的时候 她跟我说的是 你有空你就来 我说好的 有空我们就吃饭 所以这是一个 副条件的行为 那么我认为 当时我没空 这个条件没有成就 所以我不吃 好像是合理的 我跟你讲 就嫌我再也不会约你了 然后第三点不是 基于对于我们双方友谊的 这种珍惜 在这个地方 我要向您表示 诚挚的歉意 如果您接受了我的歉意 代表我们双方形成了 一个自愿的和解 那么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再不要再对我有责备 这样的话 我心里负担很重 我跟你讲 谁要当他女朋友 就真的吵架吵不过他 那作为女朋友的话 他就会觉得 哎 我跟你吵架 你跟我讲法律 那怎么过得下去呢 对不对 我们可以不讲法律 讲道理 我觉得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就是我会尽可能 最大限度对不对 这里有点语意重复 就是我尽可能 会把我表达的意思 准确地说出来 以避免听我说话的人 造成误解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 哎 你说话很啰嗦 但其实你发现 我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对 但是呢 其实本身说完了以后呢 也感觉好像本身 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在里面 哎 有可能 有可能 他的感觉啊 他不是来上节目的 他是来上品的 来了 现在秋席妍 让大家来看一看 你们谁愿意接受秋席妍 向你们发起的挑战 请考虑 主持 其实我跟秋席算是顾交了吧 就像小敏姐前面说的 她放你鸽子 其实呢 有一次我也去了深圳 也找了她 哎呀 什么什么什么 又找一对借口 她也放了我鸽子 其实不能说是借口 但是我考虑到节目时长的原因 我就不在最说了 所以今天呢 因为你放过我鸽子 所以我觉得在一站到底上 一定今天把你逮到了 一定要跟你较量一下 好 秋席妍 好 秋席妍 现在呢 选择你的只有处征一个 而且呢 还是老有顾交 请考虑 我思来想去 我觉得 在深圳的时候 可能我的时间不太受控 但是今天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的时间就是属于这个舞台的 那么我今天我就把你陪同开了 我就选处征 哇 那条处征了啊 既然是顾交 那么就一个轻松的方式 轮达 这一轮精彩的答题较亮 即将开始 请准备 谢谢 陈德基宣布在10月26号 请正式开卖哪一种零售小吃 螺丝粉 是的 但听说不能在店里面吃 只能自己带回家 如果老师对阿赵说 你七窍通了六窍 那么老师是想表达的哪种情绪 其实就想说你一窍不通 所以是嘲讽 上海解放初期投机商 曾空台两白一黑的价格 其中黑指的是什么 他指的是米 棉花和梅 龙珠中塞亚人 从变身成为超级塞亚人 需要处于哪种情绪 这算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部 动漫的小时候 所以是愤怒 意大利语中的你好 在古罗马时期最初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反映的是意大利 在地中海期间的奴隶贸易的问题 你说的是我是你的奴隶 这个电影《金刚川》当中 张艺为了学习哪种方言而自制的台词本 老管 所以是陕西话 请看视频底 这是世界足球史上最诡异的一道弧线 江湖人称回旋标 当时我开球门球 用尽力气一脚开出 结果我创造了历史 看这个弧线 是不是赛过卡洛斯 气死被看母 这球不要赖风 风是无辜的 而我更无辜 这球是否被判定为进球呢 因为球已经被门将开出 算是一个有效的进攻回合 裁判当时判的就是进 是 根据IFAB新版本 足球竞赛规则 球打在裁判身上弹进球门 进球是否有效 其实裁判算是场外因素 所以是无效 接下来是《中风时刻》 请听听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结尾 被哈利波特评为 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是谁 是这幅教授 答对 哇 竹起眼 好 然后有一位 要成为球鞋的队友了 张志浩 这两位 两个具体 给我加油 孙真 打击继续 自称玉头狐迅国的明末重臣 钱千亿 最终以什么理由放弃跳弧 并屈膝投降 水太凉了 成语一锤定音中的锤最初指的是什么 抄打螺来听最后的音色的 所以是乐访的螺 好 漂亮 如果阿赵穿越回春秋楚凌王时期做官 他想要得到赏识的话 哪像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人太喜欢细腰了 男的女的都喜欢 尤其是男的 瘦身减肥 楚王号细腰 图中漫画室由哪位功夫演员手绘画成 成龙 我感觉还没有听说过他好像会 好笑 所以我选李小龙 是啊 阿赵买了一件200元的外套 后来证实是假货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他可以索赔多少钱 三倍赔偿 最少赔500 赔600块 好 满清姓氏 扭呼噜式的后人改成汉姓后 少部分人姓扭 而大部分改姓什么 其实姓朗朗的朗 对联 魔力已须问天下头颅 吉许即疯而逝 看老夫手段如何 相传是给什么职业的人提写的 这句话是要找一个理发店 所以是给理发师写的 不打开写的 被球迷们戏称再不好好打球 就要回家继承家产的是哪位CBA后卫 那就是很有钱的吴钱 接下来是助攻时刻 主持人把握住机会 请听题 格斗游戏 拳皇系列当中 唯一拳琴的主角人物队 曹清姓 来看看游戏 第一的局面了 下面是助攻者彭飞鸣加入了秋西岩战队 你们要压死我吧 有板有眼中的板和眼都是音乐节奏中的拍子 其中表示强拍的是英国 训飞智能学习机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训飞智能学习机一战到底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快速找到加分项 单题变成送分题 科大训飞智能学习机 由中科大学霸科学家打造 帮助孩子提升成绩 大家可以上天猫京东苏林依购 训飞商城搜索科大训飞旗舰店 找到学习机 看真实孩子使用反馈 可以放心购买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指定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好的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站道的 新浪官方微博或者是我和李好的微博 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答题互动 同时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荔枝网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好 而且这个日不落也是英国学的西班牙 西班牙比他要发气早烙炮国家 对 我觉得努力嘛 努力更能给我们带来运气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舞台上 还是以后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或者说在学习中 我们都要就是努力给自己带来好运 如果运气不好 可以用科大训肥智能学习机 找到加分奖 秋千 帮我保住我的位置 我下次还会要来找你的 好吧 下次我尽量不放你鸽子 好 有请邱喜妍向上一站青年位 有请邱喜妍向上一站青年位 马上是本场要出现的第三位选手了 嗯 她是国内屈指可数的高高原航线的女级长 各位记住我刚刚说的话不是我接吧 什么叫高高原 待会儿你们就会知道了 有请她出现吧 哇 帅 欢迎冠队营 好 各位旅客大家好 这里是西藏航空 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段瑞盈 我已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4000多小时 而在这4000多小时里呢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在飞高高原航线 所以大家请相信我的技术 我一定会把大家安全送达到目的地 谢谢 机长好 好 机长高高原和普通航线是什么区别啊 我们平时飞的航线有三种机场 是平原机场 一般高原机场还有高高原机场 那平原机场呢就是从海拔0米到1500米 类似我们南京啊什么成都啊上海啊杭州 这都算是平原机场 那一般高原机场呢是从1500米韩到2438米 其中包括什么昆明机场 西宁 兰州 这都属于一般高原机场 那高高原机场呢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超过2438米以上的标高的机场 就包括拉萨 邦达 日喀斯的所有藏区里的机场 都属于高高原机场 那飞高高原机场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呢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高高原机场它首先高 然后气象条件复杂 三就是缺氧 我们飞高高原机场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氧气瓶 就像那个医院里的重症监护室那个一样 不仅是对人有影响 对飞机也有影响 你想想人都缺氧了飞机更缺氧 飞机也缺氧 所以我们的高原飞机的发动机 都是经过改造的 我所飞的成都到拉萨这一段 其实就是以前驼风航线的中间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那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十座机场 我们中国就占了八个 那段瑞颖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 飞高高原航线的女性飞行员班组 叫做风帆班组 一共十个人 真的是筋骨不让须眉 那你们女飞行员和就是普通的男性飞行员的话 训练想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训练流程 训练标准 男女没有任何的区别 男生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女生一样能做到 临时的训练方式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简单小普及一下 我觉得有一个小游戏 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 我们飞行员训练抗训运能力后的体验 我也要学飞行 我也要学 公帆 我们听说你最近正在考飞行驾照是吧 是的 因为我之前跳过伞 所以我对这种高空运动还是蛮有兴趣的 然后最近在准备比试 而且申请了航线 就要在江苏省来学 所以最近大家没事可以多仰望一下天空 没准哪架飞过去的飞机 就是我开的 好 来 有请我们四位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规则 伸出你们的左手 左手板 然后把你们的右手 穿过你们的左手 拽到你们的耳朵上 然后开始 左边转十圈 右边转十圈 右边转十圈 转完了以后定住 谁第一个时间拿到那个 科大讯飞 智能学习期 对 谁第一个到达那个盒子那个地方 谁就赢了 好吧 四位 请准备 左转十圈开始 一 二 三 四 要低头 六 五蓝张手 一 张手低头 张手低头 张手看脚下 九 十 右转十圈 起来 小心 很 淘汰了 九 十 小心 别摔走 我可以擦走吗 我会擦 你玩 你玩 太丢脸了 这些姿势 我太难了 好 来 小野 你先来说一下刚刚的感受 就我感觉我站得很直 然后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了 突然就倒了 对 就意识还很清晰 觉得我还可以再拽 然后就不受控制了 好 来 有请我们四位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好不好 来 好 来了 下面 局长 请考虑你要选择谁 想要挑战谁 你的选择是 我想选择我们温柔的小野妹妹 好野家 我觉得现在还头很晕 我知道小野妹妹是学心理学的 然后我们学 我们干飞行的 也要学那个心理学 人的犯错概率是千分之一 看看我们俩今天谁先做到这个千分之一 谁先犯错 好 既然就是你想选温柔的我 那我们还是来一个稍微刺激点的模式吧 我们抢答好了 好的 好的 抢答模式 好 二位请准备 答题开始 江苏卫视一千零一夜晚会当中F4中实际上只有谁来到了现在 吴建豪 吴建豪 好的 小野老师速度更快 直接加分 根据交通运输部2020年1月到9月的数据我国哪个城市的快递量 比5 比5 好的 漂亮 2比0 你乃诗人 曹学权的《仗义美多读狗贝》下一局 不信多语诗人 不信多语诗人 银眼回看 不信多语诗人 小野老师3比0了 请看视频题 你我二人长得真像是父子啊 哈哈哈哈 来 背一首王昌龄的初赛吧 这个视频中我跟我儿子扮演的人物出自那部小说呀 乔峰 哦不是 电话不 哦对 哎 对了 小野老师你刚刚答非所问了啊 对我看到人物然后也是 天龙八步 把掌声送给机长 网友无意间发现哪位艺人撞脸了哲学家孟德斯鳩 张地成 好的 对联 有小便宜得大解脱 是清代文人在什么场所提写的对联 家事实的投赛 是清代文人在什么场中处计的对联 是清代文人在那边的对联络 是清代文人在哪里称帅 会有人加入了 请听听 哪位文学家牙齿不好 却过爱填齿 每次看完牙医后 都会悄悄地买几块蛋糕 来奴劳自己 陆琦 是 会有一位选手要加入到 我们机长的队伍当中 来 我们来看看是谁 乔喜妍 厉害了 答题继续 二打一了 这个动漫角色 是以哪个品种的猫 为原型设计的 金螺猫 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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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电影《金刚穿》中的唱段 长版拨前旧赵云 贺对草草 百万君 说的是哪位小 张费 没看 小费 费 速度更快的是 秋席颜 我比赛 在爱连说中被描述为 陶后咸有闻的 是哪种花 举花 举花 小野答对 率先到达赛点 再拿一分 结束比赛 答题 继续 我们常说的泰山贝德 最初是用来形容 哪位文学家 韩玉 漂亮 于果把《悲惨世界》 寄给出版社以后 还寄出了一个问号 随后出版社 回了他一个 什么符号 叛号 是 6比6平了 6比6平 答题继续 七里香指的是哪种台湾手持 GP6 银眼回看 银眼回看 GP6 小野速度更快 答题继续 电脑游戏魔兽争霸三中玩家可以使用的四个种子分别是人类 树人 亡灵和什么 爱业精灵 再次要拼 再次要拼 我国哪座城市经纬路的命名与地球经纬线的走向完全相反 激然 回看 激然 速度更快的是 邱喜妍 独一转主演周迅和《言启攻略》主演吴锦岩都曾饰演过哪个历史人物 林飞 什么 说 说 林飞 林飞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快速找到加分项 难题变成送分题 科大训飞正能学习机由中科大学霸科学家打造 帮孩子提升成绩 大家可以上天猫京东苏宁一购训飞商城 搜索科大训飞旗舰店 找到学习机 看真实孩子使用反馈 可以放心购买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指令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那同时还要告诉大家 我和李好的抖音号已经正式营业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来关注我们 给我们点赞 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短视频来参与我们一战到底的互动 答题视频活动来领取这个百万的红包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独一传主演周迅和《言启攻略》主演吴景岩 都曾饰演过哪个历史人物 是林环领 林环英 什么 说说林环英 林环英 比赛 结束 后来是上 恭喜 断机奖 还是运气好 助攻时刻的时候 抢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助攻人员 台上是对手 我们台下还是朋友嘛 没关系的 谢谢小语 在 来吧 有请地长 上位 好 那今天出场的最后一位选手呢 她之前因为一组军训照片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被称为最美的军训女孩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有请段玉 哈喽 大家好 你仍然看着我 我的小小小 哈喽 小明姐 哈喽 你好 哥哥 我叫段玉 对 段玉 你会临过微步吗 对 很多人都会拿这个来调侃我 但是我并不是武侠里那个段玉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少女段玉 对 这组照片是谁给你拍的呀 这个其实因为我是南京艺术学院二零级的波音新生 然后呢 这组照片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军训 然后刚好有一个师哥在那拍照 然后他就把我拍了一张照片 也没有想到得到这么大的反响 师哥好眼 而且我知道他之前其实还来过我们的一站道地的现场 对 我有来过七次 就是七次 对 好哥 好哥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深深地记住了他 谢谢 因为当时你是坐在这个位置 对 导演加你的微信了 对 加了 其实不是导演要加的 是楚真 那我跟你讲 要是楚真加你微信 你千万不要通过 真的吗 对 你千万不要加 你加我的就可以了 对 当时其实我对你印象也挺深的 因为那一次不是他们涂口红吗 对 我当时你涂了一个大姨妈色是吧 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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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来七次是真的很喜欢看一站道地吗 对 其实而且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 很小 就九岁那年的时候 我下过那个一站道地的那个手游PK版 然后呢还看过那个这就是提库 对 那你九岁的时候在玩我们的手游 所以你现在是 我现在17岁 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了一名漂亮的少女 我们节目真的陪伴你成长 对 那你当时坐在观众席上看我们的节目 和今天站在这个场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特别不一样 我在台下的时候我就会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我现在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就一个像是一个童年的一个梦想 就能站在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上 然后现在就特别地紧张 然后也特别地激动 从观众席来到了舞台的中央 一直呢追着大家的光 现在也有可能成为舞台上最亮的那道光 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用掌声送给你 好吗 现在你要挑选谁呢 段宇 请考虑 我现在想挑战一下这位机长姐姐 我小时候其实也有想过 想当一个从事这种飞行员这一行列的东西 所以就想选择这位飞行员姐姐 段姐姐和段妹妹 机长 你来选择大戏的模式 今天是她的舞台首秀 其实也算是我的舞台首秀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选个 温柔一点的答题方式吧 我选择伦达 用伦达的模式 好 希望你们真的像段宇一样 拥有入脉神剑般的答题模式 好 两位请准备 答题开始 人们常说海南人可言可酸 那么海南人吃芒果西瓜等水果时喜爱加什么呀 因为我去过海南 所以这个我知道 就当地人喜欢沾辣椒和盐吃 所以是盐 这个字是多音字 用于这个词语时应该读第几声啊 这个字是形容美女的意思 所以读明愿第四声 答对咯 各位不读明愿念明愿 我们常用一错再错 来形容哪个自治区的独特风光啊 因为这个错字在藏语里面 它是湖泊的意思 就比如纳木错 所以这个应该是西藏 纳木错 杨宗宗错 好 据记载 1890年慈禧太后 消耗了苹果15万 秋梨11万 糖梨7万多 这主要是因为她有怎样的特殊爱好 她这个癖好非常奇怪 她喜欢闻果香 这是哪种水果的叶子呀 这个 这个没有刺 它应该是凤梨的 凤梨的 很多楼盘开发商起名字 都会用月这个字 这是因为月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一个庇护 所以是树荫的意思 答对 接下来助攻时刻 有人要入局了 杜牧笔下五步一楼 十步一格描写的是哪座建筑物 阿庞公布 阿庞公 对 对 对 干预张卫为自己赢得一名队友 公反 来了 答题继续 狮虎兽的父亲是什么动物 这个我不太清楚 应该是 狮子吧 答对了 运气不错 狮狮虎兽的父亲朝大臣 这个其实非常有迷惑性 因为历史上吉小兰有一些笑貌不扬 所以应该是和声 这个字的读音 与以下哪个汉字相同呢 这个读火 因为它是在煮水的意思 对此读火 天龙八步 震南王世子段玉的生父是谁 这个我肯定知道 因为它跟我的名字有关吗 是段振淳 哎呀 哎呀啊 哎呀啊啊 生父呀 是严谨太子呀 段严谨啊 段玉答错了段玉体啊啊 但没关系啊 现在呢 还有一位姐姐在挺你啊 公反 答题继续 慈禧太后临终一言 交代了清王朝以后 要严防杜绝两件事 分别是太监善权和什么 妇人惊讶 答对 化妆品上的英文缩写 MFG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出自英文单词 製作人 应该是生产日期 比卡丘的主要发现器官 位于身体哪个部位 尾巴 训飞智能学习机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训飞智能学习机 一战到底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快速找到加分项 难题变成送分题 科大训飞智能学习机 由中科大学霸科学家打造 帮孩子提升成绩 大家可以上天猫京东 苏宁易购训飞商城来搜索 科大训飞旗舰店 找到学习机 看真实孩子的使用反馈 可以来放心购买 那同时一战到底的 世界名校宝典 好好看世界 正在全国热卖当中 我们也是精选了 5G世界名校中霸赛 34位精英选手的球学故事 可以说是一本在手 留学无忧 大家非常期待的 这才是题库 也已经同步上线了 八本书精选八大门类 八千道优质的题目 看中是达迪界的天龙八目 从现在开始 请登陆京东当当天猫亚马逊 进行订购吧 达迪继续 比卡丘的主要发电器官 位于身体哪个部位 尾巴 发电 大老是脱脸了 一回就把一站到底体验得 过于晚整了 非常完美了 今天应该是 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行 然后乘坐西藏航空的飞机 我会安全把大家送到 你们想要去的地方的 希望您平安降落 有请段玉走上挑战位 再次把掌声送给 分享了所有挑战者 和我们的一站青年们 谢谢大家 欢迎我们新的一站青年 周氏妍和段玉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一站到底就到这里了 特别的感谢 柯大讯飞正能学习机 福家冠名支持 感谢杠荣 撑蛋糕指定播出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到的是 百合网 江苏FTV 感谢华康 丽金 黑字体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站到底 下周再见 拜拜 是我非常喜欢的篮球boy 他真的太帅了 一位花式篮球任文武 没有将军百战死 哪有公子世无双 武装亮剑 侠客行 在古代应该会征服很多少女 长篷兜啊 太帅了 这真的很帅 帅哥挑战美女胜败难料 对你长得帅帅帅帅 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各位这么厉害 我不能怕他们 还回来了 不愿意 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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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